高球名將老虎伍茲 他經傳嚴重車禍 從ABC到路透視 還有美聯社都有報導 Tiger Woods在台灣時間 今天凌晨3點鐘 在加州洛杉磯發生車禍 現在已經送醫急救當中 他的經紀人以及當地警方 都已經證實這件事情 媒體報導 現年45歲的Tiger Woods 的車輛失控打滑 翻出了公路之外 9公尺的草地上 而車體部分撞爛 事故現場照片 已經在洛杉磯電視台播出了 照片顯示出一輛越野車 他側身滑入林地 還有安全氣囊彈出來 洛杉磯當地的消防員 是先剪開了車體 才將一度受困的Tiger Woods 從車裡救出來 送到當地的醫院 現在Tiger Woods 正在手術當中 而傷勢還沒有明朗 初步了解他的腿部 多處骨折正在接受手術 而Tiger Woods 從1997年到2008年 獲得14座大滿冠 2009年也曾經出過車禍 當時還爆出婚外情 隔一年他付出 加上腰背都受傷困擾 因此媒體當時就有觀察 Tiger Woods的表現 已經不像遺忘 話雖如此 Tiger Woods到2019年的時候 還是贏得第15座的 大滿冠賽冠軍 Tiger Woods上個月 才接受第五次的被捕手術 他才說要全力復健 準備投入4月的賽事 沒想到卻發生車禍意外 來關心緬甸的政變後續 緬甸最大城仰光的印尼大使館 外頭現在聚集大批示威群眾 他們抗議媒體報導 印尼打算說服 東協其他成員國同意 提議支持緬甸軍政府 在一年之內舉辦自由 而且公正的選舉 而且這些群眾要求說 印尼必須要尊重去年11月 緬甸大選的結果才是 因此他們高喊口號高舉標語 其中寫著 印尼我們不是朋友 就是敵人走著瞧 是位群眾說 身為緬甸公民 不能再等上一年了 可是現在印尼外交部發言人 否認這項消息 說支持緬甸新選舉 根本不是印尼的立場 而七大工業國組織 G7外長發表了聯合聲明指出 使用暴力對付緬甸反正邊示威者 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施暴者必須負起責任 而這份聲明同時指出 任何以暴力對付和平示威的人 是必須被省之以法 美國宣布再制裁兩名緬甸軍政府領袖 凍結緬甸空軍參謀長冒冒軍 以及中將冒米吞在美國的資產 還有同時禁止入境 這時馬來西亞也宣布 儘管吉隆坡高等法院先前裁決 批准暫緩逐行動 直到今天聽取大社國際庇護組織的上訴 可是馬來西亞傳出來 已經將1086名緬甸公民遣送回國 而這兩個剛剛提到的維權組織指出 移民當中包含了未成年人 還有逃避緬甸迫害的尋求庇護者 如果把他們遣送回緬甸的話 他們可能會面臨生命危險 馬來西亞就將這個違反他的這個 就會違反他的國際義務 可是馬來西亞的移民局長聲稱 遣返的移民當中 並不包含尋求庇護者 或者是在緬甸不被承認為公民的 所謂洛新亞穆斯林的少數民族的成員 而且所有被遣送的人 都是出於自願沒有被強迫 那其實1號政變後幾天 馬來西亞就接受了緬甸軍政府的提議 派遣海軍艦船來遣返緬甸的移民 現在中國大陸和印度雙方說 即使爆發50年來 最嚴重的邊境流血衝突 但是印度商務部的數據卻顯示 去年中印雙邊貿易額 達到了777億美元 這個數字雖然不像前一年的 855億美元這麼多 但是卻足以讓中國大陸取代了美國 重新成為印度的最大貿易夥伴 因為在疫情衝擊需求之下 美國和印度的雙邊貿易額是 759億美元 確實比中印的雙邊貿易額來得少 而其實邊境衝突之後 印度總理莫迪就封閉 封禁了幾百款大陸的應用程式APP 放緩批准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 同時還推動印度自給自足 可是南亞國家持續高度仰賴大陸製的重型機械 還有電訊設備以及家用電器等等 這些讓印度去年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 已經擴大到將近400億美元 比其他國家都還要大 印度確實不斷的在設法要降低來自 中國大陸的進口 可是這也同時增加了對中國大陸的出口 大約比一年前還要高出大約11% 增加到190億美元 這也表示未來印度和大陸的關係 如果持續惡化的話 可能會威脅到新德里的出口收入 因為現在彭博資訊報導指出 中印雙方的關係緊張 已經拖累印度強化製造能力的野心 例如對於協助台灣業者 前往設廠的大陸級工程師 新德里他在發放簽證的速度 就相對的緩慢許多 因此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有經濟學家 他說印度要擺脫對大陸的依賴 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去年印度他有推出一個大型電子製造獎勵計劃 PLI至少還需要四五年的時間 才能在特定部門創造新的能力 而在那之前其實印度對大陸依賴 可能還會再持續下去了解 這個計劃目的地就是要推動 印度當地的電子製造業的發展 可是現在看起來計劃還需要 更長的時間才行 澳洲將要立法 將臉書還有Google 這些科技公司出現在他們 網站上的新聞內容付費 因為臉書在18號的時候說 開始禁止所有澳洲媒體新聞作為反制 澳洲政府和臉書說 昨天達成了協議了 澳洲現在同意讓步來修改法案 臉書則在幾天之後會恢復 呈現澳洲媒體的新聞 現在澳洲國庫部長還有臉書都同時表示 雙方在這個法案的關鍵議題上 目前有達成共識 而臉書的澳洲分部總經理他也有說 這些改變可以進一步投資在公益新聞上面 未來幾天就可以恢復澳洲的臉書新聞頁面 澳洲政府去年是開始 這個研你新聞媒體交易法規定 科技企業需要為出現在他們網站上的新聞內容 要付費給傳統媒體 法案17號在國會的眾議院表決通過 原本預定在這個星期要送交參議院來表決 可是這個法案讓媒體公司 說是有權個別或者是集體 就新聞內容的價值和數位平台來做談判 這個遭到臉書堅決的反對 認為說這個會削弱他的權 就是臉書的權利 而且推高臉書在內容方面的支出 同時也為其他國家來開協力 也就是臉書可以做 就是把這個新聞放在他們的臉書的平台上面 但是其他人是不能這麼做的 但是而且還不需要就是付費 但是澳洲政府後來做了微服的讓步 同意修改法案 可以讓這個臉書有更多的時間 和傳統媒體來談判 到底是不是就是免費 還是要付費 而不會立刻被迫付錢給傳統媒體 另外就是法案將會規定 如果數位平台可以展現 對澳洲新聞業有巨大的貢獻的話 就不必遵守這個法案 臉書的全球新聞合作夥伴副總裁也說了 臉書恢復呈現澳洲媒體新聞 是因為政府詳細說明了 臉書將保有權利 可以決定新聞可不可以出現在臉書上 臉書也不會被逼得要跟媒體來做談判了 除了臉書和澳洲之間的爭議之外 美國總統拜登 他現在說要延續川普政府時期 兩項被批評可能破壞國際貿易體系的策略 讓外界原本以為外 拜登可能會以更溫和的手段來處理 這個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問題 這個希望現在好像破滅了 彭博所取得一份聲明指出 美國駐WTO的代表 他們代表團支持川普政府 將香港出口當作是大陸製造的決定 同時主張WTO無權調解這件事情 因為根據WTO世貿組織的規則 成員國可以採取任何行動 來維護基本安全利益 美國代表團表示 大陸香港的局勢 對美國國安構成威脅不適合以 WTO的爭端來解決機制 來做裁決國安的問題 在2016年以前 WTO成員國普遍避免以國安理由 維護自身貿易行為 因為這樣做可能會鼓勵其他國家 紛紛的推動保護主義政策 可是這種情況 在2018年的時候就發生變化 因為川普政府當時就啟用一項 說是冷戰時期的法律 來證明對進口鋼鐵 徵收關稅的一個合理性 因此當時包括加拿大 還有歐盟還有中國大陸 這些美國貿易夥伴 就向WTO提出爭議就解決訴訟 預計是今年內將會有裁決的結果 從那個時候開始 包含了沙烏地阿拉伯 印度還有俄羅斯在內 很多國家都紛紛在 這個區域貿易爭端裡頭 引述WTO對國安理由的 這個例外規定 但是專家就警告 這些做法可能會削弱 WTO調解爭端的能力 現在拜登政府說 美國一貫的主張國安爭端 不在WTO審查範圍之內 因為這個將會侵犯成員國 對自身安全的意義做出判斷的決定 儘管遭到美國的反對 可是WTO還是接受了 香港相關的一個爭端調查 將會成立專家小組來審議 同時做出決定 可是這個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 拜登政府現在 在同一場會議上面表示 不同意任命WTO上述機構 新成員 而這個新成員裡頭 大概有7人組成的 這個專家小組 其實在2019年之前 就擁有國際貿易爭端的 最終裁決權 現在拜登政府說 不同意就是因為 和過去的歷屆政府一樣 現在的政府 還是對上述機構的運作 抱持著疑慮 拜登政府同時他們推出了 這個1.9兆美元的疫情紓困方案 現在有好消息 說是在眾院通過了第一關 以19票對16票 在眾院預算委員會上面通過了 預計這個星期 渴望完成全院的表決 因為裡頭包含的 就是失業補助 今天會在這個 3月14號到期裡面 會有針對這個部分來做調整 民主黨是積極要爭取說 這個法案可以競速立法 可是現在就是 參院兩黨的習次各半 而共和黨一向反對 這個紓困法案不斷的加碼 現在說是在眾院通過的 第一關接下來 會不會再繼續通過 還不知道 只是說因為法案的重點 還包含了失業保險的 這個補助津貼要提高到 每星期400美元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共和黨的人 他們還有包含民主黨的人 他們其實是不同意的 但是拜登希望這個部分 是可以獲得就是全院表決通過 接下來就是聯準會的消息 這個跟等一下的台灣股市有關係 因為這連動到美國股市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今天向國會發表半年一度的證詞保證 聯準會將會維持現在接近零的基準利率 直到經濟達到充分就業通膨 超過通貨膨脹超過2% 因為市場擔心經濟迅速從這個新冠疫情復蘇之後 會導致聯準會調高利率 現在鮑爾堅稱說 聯準會將會維持現在接近零的利率 直到經濟達到最大程度就業通膨升到2% 而且可能繼續溫和超過2%一段時間 但是他同時警告 經濟距離我們現在的就業 還有通膨目標還是很遙遠 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取得進一步的進展 這是目前的最新消息 來看到的是其實拜登上任之後 移民政策備受外界關注 現在說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 最新宣布從3月1號開始 公民入籍考試的題目 將要恢復改版了 原本在川普的時代 是比較難的這個試題 現在說要恢復到所謂的2008年的版本 這個版本是在歐巴馬時期 說是比較簡單的版本 而這個部分就是引發了爭議說 這個版本跟川普時期的 不一樣到底有多簡單 現在說大家都在比較 前總統歐巴馬在執政的時候 其實用了這個2008年的版本的 這個公民入籍考試的題目 說是比較簡單 移民局發布的一項 就是政策備忘錄中 也有寫到說 跟川普政府發布的 這2020年的入籍考題的版本 這個部分現在會停用 全面改用2008年的版本 CNN就是說 現在移民局有接到成千上萬筆 有關於川普提高 這個考試難度的意見反應 同時也收到民眾 對於拜登政府發布行政命令 希望可以重談民眾 對於合法移民制度信心的 一個看法 因此這個在2020年12月 川普政府落實採用這個修正版的 入籍考題的這個措施之後 其實就是引發了大家的一個爭議 當時其實就有移民問題 專家就有提出警告說 川普政府的入籍考試的新規定 可能會導致申請程訊的減緩 讓外籍人士不敢申請入籍 因為考試實在太難了 而且無法申請合法移民 就沒有辦法享有該有的福利 現在拜登政府說 川普任內提高入籍考試的難度 可能會不經意 對外籍人士的規劃過程 造成障礙 因此現在就是把這個考試 全部改為比較簡單的 2008年的版本 中文字幕平均